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参与一个商人的离奇人生 这个商人他出生于1953年 家境贫寒 他的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 家里孩子很多 他排行老七 父母都是农民 也没有文化 也没有钱供他们兄弟姐妹读书 所以他就在农村的学校 混到一个高中 然后就外出工作 外出打工 那个时候又刚刚逢上了 开始改革开放 所以这样他从一个农村 就来到了城市 这个城市是一个副省级的城市 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找到了一个国有企业 在里面当工人 这个国有企业以后就转行为房地产公司 他由于工作很勤奋 也逐步的提拔 变成了人事科长 邓小平第二次南巡以后 他就开始琢磨 想自己办一个房地产公司 那个时候呢 要开始兴起自学考试 也就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所以呢 他就在里面呢 开始学习 文化的底子很低啊 但是呢 他通过坚持不懈的学习 他也拿到了一个本科文凭 记得有一次 刚刚参加自学考试的时候 一个大学的语文考试 当时作文的出题啊 叫开卷有益 他就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什么开卷有益 他就想起文革时候啊 那些什么白卷英雄 就说考试可以开卷 他就开卷好 比如说他写了一篇文章啊 就说开卷有益啊 意思就是啊 考试应该开卷 结果呢 老师一看文不对题啊 给了他零分 但是呢 他的勤奋学习啊 他的确他的文化程度啊 在提升 这个时候呢 他跟几个朋友就办了一个房地产公司 叫秦庄汉瓦房地产公司 一个小的门面啊 几个人就开始啊 给人家高考装修啊 最开始是家庭装修 逐渐的再开始拓展 在公司的经营中啊 他的特点就开始选顺 因为他特别擅长 营销跟人打交道 最擅长的就是关系营销 他对什么科技啊 对这些东西啊 制度啊 兴趣不大 他人为都没有抓到根本 因为你要抓根本 你要抓人 所以他认为关系营销 是营销中最重要的 他开始打通政商关系 金融关系和司法关系 他认为这三个关系啊 是一个商人必须要有的 所以他跟市政府啊 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通过各种方式去接近市政府 比如说市长 还有一些处长的孩子 要想工作 他可以接收到他房地产公司 给予高薪 同时也不做什么事 还有这些官太太们 比如说安排一个会计的职务啊 实际上也不来上班 他愿意给钱 其次呢 他跟银行啊 特别是跟国有商业银行的关系很好 经常呢 跟行长进行往来 第三个呢 就跟司法 公检法 他认为啊 都可以为他未来的公司提供很大的帮助 他非常的勤奋 有一天呢 他去拜访一个客户 那个客户啊 是在什么 一个大楼里 二十层楼 刚好这一天呢 没有电梯 所以说呢 他呢 居然就爬上了二十层楼 因为他长得很胖吧 所以客户非常的感动 因为客户也告诉他就不来算了 改期吧 但是呢 他坚持爬上去 有一次他到珠海啊 去跟他的客户进行谈判 要开发一个房地产 恰好了 这时啊 很不幸的就是 他自创发了 很严重 刚刚开刀 所以他完全不能动 但是他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 他居然趴在飞机的座椅上 来到了珠海 所以客户也很感动 觉得他是个干事的人 其次呢 他在营销中啊 他非常善于什么 借事 有一天 有一个客户来跟他谈合同 他呢 就在客户到来之前 临时组织了一个讨论会 就讨论客户 这个项目中啊 可能涉及到的一些问题 一个会议室满满当当的人 他坐在里面呢 指挥这个会议 客户刚刚一来 前台的服务人员 就把他领进来 他也邀请客户呢 在里面坐几分钟 所以客户一看了 就感觉到这个公司啊 真是很有实力 并且呢 是一个很有创新 和专业精神的公司 马上就跟他签了合同 有一次呢 他跟一个美国公司啊 来谈合同 谈项目 然后他就要求啊 他的常联法律部闻 多邀请一些律师 到他的公司开一个 法律烟讨会 题目就是 美国的房地产问题 但是这些公司的 这些法律顾问呢 他们确实不懂美国法律 同时连英语也不知道怎么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说没关系 你们先开会 这个时候美国人来了 他邀请美国人来坐下 听听他们的讨论 实际上这些律师 所运用的法律 都是中国的法律 去谈一个美国的法律问题 本来就是很可笑的 但是美国人呢 居然就没有感受到这一点 就觉得这个公司 是一个很有创新意识的公司 并且是有国际化背景的公司 所以很快呢 他就跟美国公司签了合同 他的观点是先把合同拿下来 至于说怎么开发以后再说 甚至他可以把这个公司的项目 卖给有涉外背景的房地产公司 所以他这种关系营销啊 非常的见效 很快他就拿了大批的订单和合同 同时他还有一个特点 他有雄心壮志 他很想在全国办一个大的公司 类似于什么万科啊 万达啊等等这种类型的公司 他有这个雄心壮志 在公司的管理上啊 他也体现与众不同 他不像人家的公司 有很规范的管理制度 什么股东会 董事会 监事会 这些形式他都有 但是在人员的聘用上 他采取的是提成制 也就是他真正的员工不多 都是一种临时挂靠的关系 这种制度呢 有他的好处 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收入 你做多少事 分配你多少活 你就可以知道自己会拿多少钱 但是不好的一点啊 就是说这个公司没有利益距离 作为一个大型奇谈公司 这种制度是不行的 有一个朋友就跟他提出建议 说你这个公司的管理模式啊 就是一个下力发动机的 车 但是呢你挂上一个奔驰的外壳 所以你是带不动这个奔驰车的发展 你在小的时候 你在很容易弱小的时候 你是可以的 但是你公司一旦要成为一个大型的房地产公司 这种模式必须改变 但是他对这些东西没有兴趣 他的第一桶金呢 就来自于跟银行和资产金融公司的勾集 大家知道在中国九十年代末的时候进行了资产玻璃 其实进入到2000年以后啊 也进行了第二次的玻璃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一些不良的资产化给为专业的资产经营公司 去轻收不良资产 所以这些银行呢 就要经营客户进去划分 他呢就这时候跟银行的信贷员和行长就勾上了 他看中了一个企业 大概有500亩地 然后呢 他呢就要求银行啊 把这个企业形容为呆账 这是最差的 几乎就不值钱 然后就把这个资产呢 剥离到了金融资产公司 金融资产公司呢 对这笔债务进行拍卖 他又跟资产公司的老主啊 和他的经理勾结起来 这样呢 他实际上就用500万的资金 买了10个亿的资产 然后又把这10个亿的资产 进行房地产的开发 他最后赚了100个亿 这就是他的第一筒金 当然后面 他利用跟政府的关系 拿了很低的低 同时呢 他又跟一些黑道的勾结起来 就去拆迁 甚至帮着政府拆迁 所以他的公司啊 发展得很快 他呢 也成为市长啊 市委书记的红人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 他不喜欢抛头露面 也不喜欢接受采访 为什么呢 他要做的呀 是实际控制人 因为在他的内心中 有一个他崇拜的英雄 那个人呢 就是毛泽东 他认为呢 毛泽东 虽然发动文革不好 但是毛泽东的权谋 可谓千古一帝 他那种英读 那一种翻手为云 俯首为语 那一种啊 迫害别人不择手段的九阴真经 他都深入的研究 所以在他的风格中啊 体现了很多毛泽东的智慧 所以他最崇拜的人 就是毛泽东 他的性格体现出 翻手为云 俯首为语 猜忌多疑 反复无常 他用的那很有特点 他设立一个子公司 和设立一个分公司 他用的 总经理跟副总经理啊 一定是两个有深刻矛盾的 大家想这两人不要打架吗 哎 但他不这样想 因为这两人有矛盾 就可以相互防范 相互举报 所以每一方啊 都不敢擅自作为 同时呢 都必须把矛盾交给他 都要依靠于他 这样呢 他就可以牢牢地控制双方 同时呢 他性格 反腐不成 他往往用一件小事 去打击你 最后呢 让你臣服 比如说 他请了一个董事长 这个董事长是外来的 一个国有企业 退休的干部 当董事长 这个董事长呢 薪金也很高 也很高兴 这个时候他公司啊 就建起了大楼 就要开始什么 分配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没问题 总经理啊 其他的人也没问题 但是呢 他要把这个办公室 还涉及到什么人呢 涉及到副总经理 涉及到部门经理 因为能比较多呀 就采取什么 抽签的方式 在之前呢 这个董事长就跟他汇报 就说 王总 这个能不能这种方式 实在是不好平衡 因为涉及到这个朝向啊 各个方面 我们是不是呢 来进行一个抽签 他的观点呢 就是说 没问题 你们大胆去搞 我不记录 这样呢 就把房间抽签完了 在公布抽签的时候啊 这个董事长 也邀请他来参加 他呢 也来了 但是沉着脸 拉长的脸 当董事长要宣布的时候 他突然把水杯 就摔在地上 摔得粉碎 然后大声的就指着这个董事长 谁要你这么做的 你跟谁汇报过 开了董事会吗 你这么望着作为行吗 你这种方式公平吗 这个董事长不明就理呀 一头雾水 尘惶尘口 大地的汗流下来 然后呢 董事长就到他房间 就说 为什么解释吗 我曾经跟你汇报过吗 他又跟他说 没事 这个呢 主要是啊 要平衡这些人的关系 啊 没关系的 再抽一次 你就行了 这叫什么 叫街上骂人 厕所里 陪你 同时呢 他这种手法呀 是借借毛泽东 对刘少奇 是吧 毛泽东 出去了外出 要求 刘少奇 组织工作 清华大学 北大 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们就 按照灌藏的方式 去派工作组 然后呢 他们也拿不定 就跟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说 你没关系 你们去住 那么刘少奇 他们非常尽心的去住 这个时候 毛泽东回到北京 突然变脸 说谁打压学生 谁就不得好使 百扬军阀 都没有打压过学生 所以一下子 把刘少奇陷入 非常被动的境地 同时啊 这个王总很有特点 他在公司的管理布局上 他是不露面的 他叫实际控制人 有董事长 董事长是外来的 总经理之外 还设立一个行政总监 这个行政总监呢 是跟他是有师徒关系的 这个总经理呢 是外来的 里面也有很多博士啊 硕士啊 名牌大学的啊 他对这些人呢 持之以弊 比如说 他说要开一个论坛 要进行员工培训 就交给一个博士 这个博士很兴奋的 然后设计了方案 请博士生导师啊 来进行讲座 请著名的经济学家 来进行讲座 他呢就参加 但是呢 不说话 啊 然后就跟这个博士说 他要来讲 他讲的时候 他就说呢 我也不是什么 也没有什么高的学历 也不是什么这个家 那个家 但是我们讲实用的东西 啊 我们不讲那些虚的 那些没用的东西 有什么意思呢 然后他又一改 原来博导们来讲的 他请自己的员工来讲 所以这个档次水平的迅速的下降 到最后 你就没能管了 这个博士一看也没什么劲儿 他也不管了 所以这个培训呢 也就中断了 他跟这种市长啊 副市长啊 都有很好的关系 特别是一个封管 城市建设的副市长 他们的关系很深 有一天呢 这个副市长的秘书 跟他打电话 说啊 市长啊 在香港 想把夫人呢 请过去 啊 跟他一起 度啊 一个粮消 他一听以后啊 就很激动嘛 因为副市长要来干活啊 他赶快就跑 跑到副市长家里 就把副市长的太太啊 跟他办 干活通行证啊 办自己手续 很快第二天啊 就把夫人送到了香港 但是副市长一见到夫人呢 是气不打一处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副市长所说的夫人呢 是指的是情人 是吧 这个副市长的夫人也很激动啊 没想到老公在外面 啊 张花的草 居然还对他 就有这一份心 而恰恰这一天 又是他们结婚的纪念日 所以感动着这老夫人啊 泪流满变 面对着副市长 含情默默 回忆他们之前的往事 而这个副市长呢 确实有点心不在焉 说这个老王他妈的不会做事 他对这个副市长啊 在拿地的过程中 他行贿六百万 由于他打通政界 金融界 司法界的关系 由于他这种关系营销 啊 由于他这种不问过程 直问结果的工作方式 和毛泽东的智慧 他的事业发展得很快 很快就在这个城市啊 他就是数一数二 并且他的员工很多 虽然都是聘用的 或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关系的 能数达到近五百万 就在他事业走向巅峰的时候 副市长呢 出事了 副市长跟市长 闹翻了 市长呢 调查副市长 把副市长怎么 双归了 副市长双归以后呢 马上把他交代出来 说他送了他六百万 不久 这这个王啊 我们说的这个商人呢 他也被送回了 他的命运突然出现了逆转 命运会如何 是否 他的事业从此终结 后事如何 切听下集分解 是否 一个人 我先说 这个王子 你 可以 这